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雞腿 悠久之處在這個禮拜開放了泳裝露露池 想必大家應該都在煩惱暗屬性的隊伍搭配吧 這次的影片我會把整體構成講解的更完整一點 讓各位能更了解暗隊的搭配 那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要來討論的是攻擊手 隊伍裡最重要的核心 目前暗隊攻擊手總共只有三位 第一位是SSR等級的愛麗絲 我們先來看一下愛麗絲的能力 那掉率爆發可以造成單體600%暗屬性傷害 並賦予自身三層月兜效果 與強化概率上昇 根據三月兜效果的乘數 每層會造成一次100%共平術傷害 那三月兜每層提升10%攻擊力 10%強化攻擊概率與5%破斧效果 效果最高可累積三層 光看這個大招再給予敵方單體最高傷害的同時 還能依照乘數造成100%共平傷害 也給予自己30%攻擊力 30%攻擊概率與15%破斧效果 就能支撐他的傷害一定非同翻獎 絕對是主力輸出 接著看一下小招一 八狂 小招支撐20%當前生命值 對敵方造成400%暗屬性傷害 不予自身兩層月兜效果 若自身月兜效果程度達到三層 則額外對敵方單體造成一次400%暗屬性傷害 這招自損生命 可以讓破補的效果更加卓越 而且加上大招給予的三月兜效果 這招技能傷害已經可想而知了 絕對是非常誇張 接著小招二的微笑 對敵方全體造成280%暗屬性傷害 若三月兜效果的程度達到三層 得額外對敵方全體造成一次280%暗屬性傷害 並提升自身20點掉率值 簡單來說就是兩次280%的全體傷害 然後恢復自己掉率值20點 再來我們看一下固有能力一 進行普通攻擊時 一定機率賦予自身一層三月兜效果 簡單來說就是加快點滿三月兜的程度啦 接著固有能力二 自身處於三月兜狀態時 普通攻擊追加20%額外傷害 並提升迴避率 就是普通攻擊變痛 然後增加迴避率 最後是同調加護 在戰鬥開始時 直接賦予自身三層三月兜效果 簡單來說就是開局直接BUFF傷害 拉好拉滿 那這隻角色說的白話一點就是非常暴力 單招主動技能全部都是攻擊 完全就是攻擊手的最佳代表 接著是SR等級的詹 跟靈音 他們兩個輸出能力完全被愛麗絲還放好幾條街 如果真的要選的話 我會建議用戰 真的沒有才選靈音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特殊功能角 我首推SSR等級的弗洛蕾亞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能力 他的掉率爆發 會對敵方單體造成540%暗阻性傷害 並賦予目標攻擊下降效果 如果目標生命值低於40% 還會額外追加25000的固定傷害 接著小召音 可以賦予敵方單體30%的防禦下降 並同時賦予自身與目標夢魘效果 那這個夢魘效果會在回合結束的時候 消耗自己與對手的血量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降低對手的防禦 同時消耗自身血量 讓破格效果更加躲躍 接著小召的殺意侵蝕 對敵方單體造成320%暗阻性傷害 同時提升我方全體20點掉率值 並延長目標所有技能的冷卻時間 一個回合 那有80%概率額外多延長一個回合 這招的重點不是傷害 重點是可以加快全隊累積滿掉率 而且由於破斧會讓血量壓低 導致隊伍容易被技能打倒 那能有效的延後敵人使用技能 就能延長隊伍的續戰力 再來我們看一下固有能力1 對於處於夢魘狀態的敵方目標 進行普通攻擊時 提升造成傷害與中攻擊發動概率 並追加20%額外傷害 簡單來說就是打的比較痛 而且還會有額外傷害 重點是提升中攻擊概率可以讓掉率值累積的比較快 更容易發動大招 接著固有能力2 自身陷入重傷狀態時 會解除重傷狀態 並恢復50%生命值 這個效果只能發動一次 另外每5個回合 解除自身一個異常狀態 這招簡單來說就是免費復活一次 然後5個回合會幫自己移除一個異常狀態 最後是同調加護 對處於夢魘狀態的目標 使用掉率爆發時 就會加一次200%暗屬性傷害 那推薦這隻角色的重點是 能透過大招與小招一降低雙防 然後小招可以給予全體20點掉率值 只要配合我等等介紹的組合 就能做到一回合全隊發動掉率爆發 那沒有弗洛雷亞的話 我會建議使用SR的比比安 這隻角色只要跑主線劇情就會送 而且能力相當不錯 首先他的掉率爆發有不錯的傷害 重點是可以降低目標的暗屬性防禦 光是這招就能有效的讓隊伍的整體傷害上升 接著小招一就相當於是 弗洛雷亞小招二的弱化版 雖然多了降低對手的抗性 但少了20點掉率值 輸出節奏會下降非常多 延長技能方面也只能一個回合而已 完全比不上弗洛雷亞 但是小招二就相當厲害 被消到自身的血量 讓破浮效果更加卓越 而且能直接拉滿掉率值 多用一次掉率爆發 讓暗防能盡早達到滿效果515% 再來褲底有能力一 小不降低自身仇恨值與防禦力 令提升自身攻擊概率 這招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就蠻普通的 如果有能力2就好多了 再開局就會賦予我幫全力追傷效果 讓普通攻擊可以有一次的額外傷害 那這兩隻角色很明顯一定是 弗洛雷亞大於比比安 但是呢 比比安並沒有輸太多 因為他比較像是輸出型的功能角 所以沒有弗洛雷亞的玩家也不需要太擔心 比比安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最後隊伍的兩個位置 我會建議伊莎貝拉跟泳裝露露都同時上場 伊莎貝拉用來發動破浮效果 整體的技能組還能提升共鳴傷害與光屬性防禦 並移除異常狀態 然後還有再生效果跟連咒效果 同時還提升15點凋率值 而露露具有全體傷害 全體護盾 驅散增益 BUFF提升 加快隊伍攻擊節奏 單體高傷害 降防 全體補血 提升傷害上限 如果看不懂為什麼要這樣搭配的話 簡單來說 就只要把露露 伊莎貝拉 普洛雷亞 這三隻的技能都開好開滿 就能一回合達到滿凋率 讓輸出無情的掉率爆發 所以目前暗隊我認為的最佳搭配是 愛麗絲 普洛雷亞 泳裝露露 跟伊莎貝拉 那如果沒有愛麗絲的話 我是真的不太建議現階段培養暗隊 因為就如我前面說的 當前版本的攻擊手就只有三隻 真的能看的只有愛麗絲而已 而魔女 維爾莉特 這角色則還沒有出 那既然都提到了 這邊我就幫各位懶人包解答一下 到底要不要放棄泳裝露露 等抽魔女時 因為直到昨天我才知道很多人 並不了解魔女這隻角色 那我先跟各位說 魔女這隻角色真的超強 長遠來看 輸出會比愛麗絲還來得優秀 但是重點來了 維爾莉特他是一隻UP玩 就會進去大眾池的普吃角 並不是限定角 所以無課玩家也是有機會慢慢把它抽出來 聽完這些 該不要等抽魔女就交給各位自己決定囉 那這邊簡單提供給大家兩個畢業迴響 機甲方面選擇黑卡地 想要輕鬆一點的話 我會建議三張Alpha 六張Gamma 然後配上一張墮落天使 或是這次的限定迴響 金魂一遊 但這是金星商店裡面的王座之上 那如果不介意累一點的話 就兩張Alpha 七張Gamma 然後配上一張墮落天使 或是金魂一遊 甚至是王座之上都OK 那安隊的培養是真的很辛苦 需要長時間來累積 Gamma這張非常難掉落的迴響 而且每個月只能兌換兩張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內容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還有其他疑問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按讚還有留言 這間對我來說都是非常大的鼓勵 我是腿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 就啪啦 這裡的影片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